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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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 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宣道的基礎 好,我們看史的行傳第二章 子徒行传第二章47节 子徒行传第二章47节 翻到以后这个地方做个记号 我们圣经有一条线还是说你有书签 就拿来这个地方放着 晚上我们就会根据这一段 来做分享 子徒行传二章47节 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里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他们就是指着当时的使徒的教会 表面上看起来 是我们把这些 福音人员 宣道人员出去传福音 将人带到教会里面来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 圣经告诉我们 是将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 教会 所以实际上 救人的工作不是任何人能做的 是借着圣灵的工作 才能完成 当然我们人 出去传福音 宣道 那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使命 但是重要的是 神 同工 圣灵的能力 神将得救人天天 加给 教会 所以我把题目定为宣道的 基础 基础就是根本 就是打底 就好像 我们要 盖一栋房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 基础 就是 先挖地基 那个地基 是最重要的是基础 才有办法 慢慢 一第一层 第二层 慢慢盖上去 那是最重要的 这个打底 基础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宣道的基础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 我们平常的生活 就是我们宣道的基础 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命 什么样的生命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 宣道的基础 小弟就根据使徒行传 第2章41节到47节 这一段 谈到两个基础 就是 就是我们平常要过的生活 一种生活就是遵守 真理的生活 有个生活就是 团契 崇拜的生活 这两种生活 就是我们 宣道的 基础 如果 没有基础 盖房子 那个房子 不稳固 台风来呀地震来呀这个房子就倒塌了 如果我们宣道的工作没有我们平常 生活做基础 虽然我们有在宣道 但是是 没有果效的 因为 我们没有基础 好 我们先来谈第1种 第1个生活 遵守 真理的 生活 我们看 使徒行传 2章 4 10 1节 从4 1节看 2章 4 1 于是 领受他话的人 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征天的三千人 412节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 教训 这里就谈到 使徒时代 教会 成立 耶稣要升天以前 恒怒门徒不要离开 耶路撒冷 要在耶路撒冷 等候 互所应许的圣灵 上面就同心合意的 祷告 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 降临 他们就被 圣灵充满 感动 就 带着圣灵的能力 起来 为耶稣基督 大声的 做 见证 十字星传二章三十七节说 他们 做见证完之后啊 众人听得非常的扎心 就问他们说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得救呢 彼得说 你们众人要悔改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你们就 你们的罪啊就得赦免 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结果 听他 到底的人 接受到底的人 那一天 有三千个人受洗 教会 就要 就这样成立了 好教会成立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过着 教会的生活 那过着教会的生活 第一个 生活就是 这边所说的 遵守 真理的 生活 所以四十二节都 就说 都恒心 遵守 使徒的 教训 恒心 就是 持续不断 没有中断的 就是经常的 持续不断的 好 不断的做什么呢 遵守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 就是当时 主耶稣口传的教训 主耶稣 他 祷告 从门徒当中 挑选 这个 十二个使徒 来 教导他们 训练他们 一开始 先 待在身边 这个 见习 见习 那见习完之后呢 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 实习 去传福音 好 那使徒的教训 就是 马太福音28章 马太福音28章 18节 马太福音28章18节 耶稣 要升天以前 再次的吩咐门徒 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 宣道的使命 是主耶稣给我们 每一个蒙卷选的人 的一个使命 他给我们使命啊 也给我们应许啊 这里就说 二十节 耶稣告诉门徒说 还我所吩咐你们的 耶稣 吩咐门徒的 好 告诉门徒说 你们都要教训 他们遵守 那刚刚使徒行传 二章 42节 说什么 他们都 恒心 遵守 使徒的教训 为什么使徒这样教训呢 因为这边主耶稣说 主耶稣交代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就是主耶稣教导他们的 你们都要 教训 他们遵守 目的是什么 这样 我就 常与你们 同在 如果一间教会 没有神同在 没有神同在 就没有能力啦 就没有权柄 虽然我们把人带进教会了 但是 诶 我们没有遵守生理 神没有跟我们同在 我们的 我们所做的公事 没有功效 没有果效 因为神 没有同在 神同在 神才会带领人 感动人 不是我们口才好 外面口才 比我们好更多 我们到外面 听演讲 外面那个牧师 老师讲 口才是很好 但是不是口才好 是神同在 神同在 好像当时使徒 那个他们得到五星觉得到圣人的时候 彼得他们是抓鱼的 抓鱼的 当时 在他们看是门外汉 没有说过拉比学校的训练 但是 竟然他们听了彼得他们正道说 听得非常的扎心 非常的感动 是他们口才好吗 不是 是圣灵感动人 圣灵让人扎心 为什么 因为 因为神 同在 因为他们按照 主耶稣所吩咐的 来 教 导 人 所以 第一个生活就是要 遵守 真理的 生活 好刚刚 史图群的二章 四十二节 那你说什么呢 都 恒心遵守 什么都 大家 全部的人 弟兄 姐妹 比如说 用我们刚三教会来讲 比如说我们的信徒有三百个人 我们弟兄姐妹三百个人 大家都恒心 遵守 使徒的教训 遵守 真理 那遵守真理呢 才是 主耶稣的 整门徒 我们看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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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章三十一节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信主要做主的真门徒 不是信主之后 我们就是 神的 主耶稣的真门徒 这边说 主耶稣说 真门徒是什么 真门徒是 遵守真理的人 而且是 常常遵守 什么常常遵守 就是持续不断的遵守 不是信主之前 信主之后 一样 都按照 圣经主耶稣的吩咐 来 遵 行 真理 常常遵 这才是 主耶稣的 真 门徒 大家都遵守 不是 少部分的人遵守 也不是说 我觉得 我认同的 我就来遵守 我觉得 还是说 这个 自爱难行 这个 不可能 这个做参考就好了 那 十样里面 我遵守八样 那有多遵守吗 没有 也没有 全部遵守 神 的话 真理 这边说 全部的人 都要遵守 这边告诉我们 反 主耶稣所吩咐的 我们 全部 都要 遵守 这才是 主的 真 门徒 好 我们继续看 提多书 一章第四节 提多书一章第四节 提多书一章第四节 一章第四节 我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 和我们救主 基督耶稣 归于你 我们的共信之道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共信 之道 好 如果用我们 现在的话来讲 我们的共信之道就是我们的十大信条 五大 教 一 那有人误解了 哇教育怎么凌驾在真理之上呢 没有啦 教育没有凌驾在生理之上 所有的生理只有五大教育十大信条吗 也错了不是这样子 是 我们 把 这个比较重要的 跟得救有关系的这些教育 从圣经里面 真理里面 整理出来 所以我们的教育我们五大教育我们的十大信条 不是凌驾在真理之上 是在真理里面 其实我们的五大教育十大信条如果用外面来讲的话 神学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神学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十大信条五大教育 其实就是外面在讲的 系统神学 什么叫做系统神学 也就是说我们把圣经的道理 我们把它归类分类 来查考来研究 比较容易懂比较明白 比如说 创造论 比如说 基督论 比如说 教会论 比如说 圣灵论 比如说 末世论 比如说 审判论 比如说 神论 类似这样子 把它系统化的把它分类出来 那我们来查考 来研究来整理 这个叫做 系统神学 就是 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五大教育 我们的十大信条 那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听到神学 我们不要害怕 哎呦 神学 哇这个高深莫测了这个学问很大 神学 其实神学没有那么困难 不要 不要认为说听到神学 觉得很困难 很难懂 不是 神学很简单 颠倒链 神学颠倒链 什么说 学神 其实系统神学就是 整理出来让我们去学神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法罗说 你们要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基督 一样 所以神学的目的 就是整理这些 真理 让我们来认识 耶稣嘛 让我们来效法 耶稣嘛 耶稣也曾经讲过嘛 我凡事给你们 这个留下榜样 叫你们按着我的脚 中 行 所以 圣经主耶稣都留给我们榜样嘛 你看 那个 为门徒洗脚之后 然后告诉门徒说 你们称呼我夫子老师没有错啊 我尚且洗你们的脚啊 然后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啊 那耶稣他没有罪啊 他为什么要受洗 他要去 给那个施洗院施洗的时候 施洗院吓一跳啊 你怎么跑到我这边来 应该我去接受你的洗礼 耶稣说 你且 善且许我 我们礼当进诸 般的义 义 就是 道理 就是规范 耶稣的意思说 我要做一个规范 我要做一个模范 就是一个范本 按照这个范本这个模范 来施行就对了 所以耶稣就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模范嘛 叫我们按着他的 脚 中 行 所以这边说 共性之道 就是真理啦 大家 共同来 接受 相信的 所以 我们 对我们的五大教育 我们的十大信条 不要有怀疑 这个不是说真耶稣教会自己自创的 错了 这是从圣经真理里面 整理出来的 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自己的五大教育 不是 是真 圣经的真理是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如果 我们 否定五大教育 我们否定十大信条 其实就是否定真理 就是 没有遵守真理的 这个观念 我们要 要正确 不然有些人说 五大教育是我们今天是教的五大教育 错了 是真理啦 教育怎么凌驾在真理之上呢 也错了 我们的教育都从真理里面整理出来了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共性之道 什么叫做共性之道 大家共同来相信接受的道理 就是 真理 所以我们不可以选择性的遵守 全部都要遵守 我们看 圣经的一个例子 看扫墨记上15章 扫墨记上15章 扫墨记上15章第10节 扫墨记上15章第10节 第10节 耶和华 神的话临到撒墨儿说 11节 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 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撒墨儿便 甚忧愁 中叶哀求耶和华 12节 扫墨儿清早起来 迎接扫罗 有人告诉扫墨儿说 先知到了加密 在那里立了纪念碑 又转身下到吉甲 13节 扫墨儿到了扫罗那里 扫罗对他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耶和华的命令 我已遵守了 14节 扫墨儿说 我耳中听见有洋教 牛民是从哪里来的呢 15节 扫罗说这是百姓 从亚马利的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献与耶和华 你的神 除 其余的 我们都灭 信 好这里 是扫罗 他告诉 撒墨儿 说什么 耶和华神的话 我都遵守了 有吗 他嘴巴讲说 耶和华神的话 我全部遵守了 有吗 没有呢 他选择性遵守 他有遵守没有错 但是他选择性遵守 他没有全部遵守 所以神就告诉 先知 撒墨儿说 哎呀 我利 扫罗为王 我后悔了 为什么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 不听从我的 命令 撒墨儿先知听到这个话 非常的难过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整夜哀求耶和华祷告 为什么 因为 扫罗王是 先知撒墨儿去高丽的吗 所以他 听听到 神厌弃扫罗做网了 他难过一整夜 而且 是 整夜 哀求 祷告神 那一大早 扫罗 那个撒墨儿先知 就去找扫罗 要告诉他这件事情 已经难过一整晚了 祷告一整晚了 那 早上一见面 扫墨儿先知还没有开口讲话 那个扫罗王就 看到先知就打招 先知找啊 耶和 神的话 我都 遵守了 有些时候 神也是 很有趣的神 神当场给他打脸 他一讲完 神的话 我已经遵守了 牛就叫了 羊就叫了 意思是说 你说谎 你说谎 所以先知也是很可爱 先知没有说他 他说谎 先知说 我耳朵听到什么声音 我耳朵 不是听到 牛叫的声音吗 羊叫的声音吗 然后 那个 扫罗王才说 这个是百姓带回来了 不是我带回来了 你看当场大连 他有全部遵守吗 没有 选择性的遵守 这样有遵守真理吗 没有 虽然他有遵守 但是他选择性遵守 这是没有遵守真理 不能自我解释 那扫罗就是 制定标准自我解释 他认为 他遵守 神的话 罢了 所以 使徒行传那边才告诉我们说 都 恒心 遵守 使徒的教训 都就是全部的人 都 就是神的话 全部都遵守 不是像 扫罗王 选择性的遵守 神吩咐十样 他遵守八样 两样没有遵守 请问有遵守神 的话吗 没有 再来 我们都 大家都要遵守教规 我们总会信徒会议的 开会的决定 我们刚参加会 我们信徒会议 开会的决定 我们职务会 开会的决定 大家都要 遵守 我们看 使徒新传 16章第4节 使徒新传 16章第4节 使徒新传 16章第4节 第4节 他们经过各程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 门徒遵守 第5节 于是 众教会信心越发兼 越发兼顾 人数天天增加 我从后面讲回来 教会 人数天天增加 教会为什么人数天天增加 来我们再往前推 说众教会信心越发兼顾 教会为什么信心越发兼顾 原来就是 他们遵守 耶路撒冷 使徒和长老 他们开会 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所以 我们要遵守我们的教规 刚刚是遵守真理 再来我们要遵守教规 教规 就是 我们总会 比如说我们圣职人员会议 还是说我们信徒代表会议 那信徒代表就是我们各区 各区的代表 各区的代表 就是我们教会 各教会推选代表 到教区 教区又推选代表 到总会去开 开会 那等于是代表所有的信徒 来开会的 开会我们决定的 我们大家要来遵守 不是说 开会遵守 那 你们遵守 我们不遵守 那个教会就会乱掉了 要 要规矩嘛 有规矩才有次序 如果没有规矩 就没有次序了 所以这边 你看 大家 都遵守 大家好 信心越发兼顾 然后呢教会人数就 天天 增加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基础嘛 大家都恒心遵守真理 大家都 恒心遵守 教会的一个规定 总会开会规定 那如果用我们当地教会来讲 我们钢山教会 我们信徒会议 大家开会 来提案 大家来讨论 来制定的这些规矩 我们要遵守 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坚固了 神就将得救人 天天 加给 教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础 如果这个基础 没有先建立的话 虽然我们有在做宣道的工作 但是 神会将得救人 天天加给 教会吗 那我们看 当时 使徒教会 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这样 过着这个遵守真理的 这个生活 遵守 这个 教规的 这个生活 神就将得救人 天天加给他们 哦 这个教会的人数啊就天天的增加 好我们看 格林多前书 十四章 格林多前书 十四章 三十二节 格林多前书 十四章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 先知的三十三节 因为神不是教人混乱 乃是教人 安静 跳过来看 四十节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 次序 而行 如果 没有规矩就没有次序 所以这边说 要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 次序而行 按着真理而行 按着教规 而行 大家都规规矩矩的 按着次序而行 所以 大家就非常同心 大家就非常的和睦 大家的信心就越发坚固 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 所以教会的人啊 人数就会 天天的 增加 这个不是我们宣道的目的吗 这是 第一个 生活 就是遵守真理的 生活 第二个生活 就是 要过着团契 崇拜的生活 我们看回来 使徒行传 二章 四十二节 二章 四十二节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团契 团契 团契就是 大家一同参与 大家一同分享 大家 一同 共有 那个叫做 团契 就是这边 就是这边所说的 彼此相交 所以团契 所以团契是彼此的 如果是单向的 那没办法团契吗 我怎么 我都没有跟人家分享啊 别人都没有跟我分享啊 所以团契 就是双向的 就是彼此嘛 彼此交接 就是大家 有在 相交 大家有在 交通 大家有在分享 那为什么 会分享 会交通 因为 大家共有 一同共有 一同 参与 一同 同样的一个目标 在前进 那个叫做 团契 所以他们都过着 团契 崇拜的生活 剥饼 剥饼在崇拜啊 聚会剥饼啊 伴侣圣餐啊 祈祷啊 大家 都同心的 在聚会 大家都在同心的 这个 祷告 这个就是 团契 所以教会要过着团契的生活 我们教会都有很多的团契 你看如果从 这个 幼年班 少年班 初级班 我们那个叫做班级 好 从社清以上 我们就不是要做班的叫做团契 社清团契 中间团契 加热 团契 就是说 我们长大了 我们要彼此分享 那小孩子 就是 大人来教导他吗 用圣经的道理 来教导他 但是我们慢慢长大之后 大家要学习 彼此分享 那个叫做团契 好 团契要经营就是要分享 所以我们发现 有些团契 没办法持续 没办法长久 有些团契甚至到最后 哇 终止了 没办法再持续下去 社清团契 中间团契 为什么没办法经营下去呢 因为没有生命啊 团契要生命 要生命就要彼此分享 所以曾经有人跟我讲说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来团契聚会呢 传道 我觉得我去团契得不到什么东西 我说错了 来团契不是要得东西 来团契是要来分享 不是彼此分享吗 彼此交接 来团契就是要分享 大家 一起分享 大家一起共有 所以我们要那个观念团契是 来分享的 团契不是要来得到的 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想说 我来团契我要得到什么东西 大家都空手而来 你也空手来 他也空手来 桌上都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会很失望的回去 为什么吃不饱 大家都没有带东西来 那如果 大家都有带东西来 我想要带东西跟什么 跟大家分享 他也带东西来 哇一来 桌上 很丰盛的东西啦 大家吃得很满足啦 很高兴啦 喜不喜欢来 参加团契 很喜欢 就好像用一个 比较浅显的历史 比如说宣布 我们刚参加位 下个礼拜天 我们要举拜爱餐 好 我们每一户 大家带 一道菜来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要带什么菜 来公布兰 你学 大家不要重复嘛 简传道要带 披萨 谁要带什么 汉堡 谁要带什么 鸡汤 类似 哇 大家下个礼拜 大家都带一样来 东西不是很多吗 大家不是吃得很满足吗 很高兴吗 如果大家都 不带东西来 我想 来得到东西就好了 都不要跟人家分享 所以来 都没有东西 我们会很失望 一定会很失望的 聚会也是一样嘛 聚会就是一种 团契的一种聚会 这样 来教会大家才会欢喜聚会 很欢迎来教会聚会 有什么 大家有在分享 大家有在交通 大家 如果没有在分享 没有在交通 都点点来 点点回去 这样聚会不会快乐 聚会就要 聚会会快乐 喜欢来聚会 就是有在 分享 大家 一同参与 大家一同共有 大家一同朝一个 同样的目标 在前进 这个叫做 团契 好我们看 约翰一书 一章第1节 约翰 约翰一书 一章第1节 约翰一书 一章第1节 论到 从起初 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所看过 亲手 所摸过的第2节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 节 与显现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第3节 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 相交 第4节 我们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 充足 理解到第4节 其实就在讲 团契 在讲团契 所以他一直讲 相交相交 好 那团契的目的 到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是第4节最后一句话 使你们的喜乐 充足 这样可以喜乐 而且这种喜乐 可以充足 团契就是相交 那怎么相交呢 怎么相交呢 这里 使徒说 我们原是与父 并 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相交 我们是与神相交 与生命相交 然后呢 我们才来与弟兄姐妹相交 所以 第第3节 后半段才说 我们 我们将我们所看 看见所听见的传 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对呀 我们的目的就是与你们相交 就是团契 大家一同 分享 大家一同共有 大家一同参与 好 那我们跟你们相交的那个基础 是什么 他说我们乃是与父神 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 所以 我们相交是用什么 就是说 信仰的体会 我将我生命的体会 信仰的体会 跟你分享 你也 将你信仰生命的体 体会 体验 跟我分享 这样的结果呢 喜乐 充足 大家会非常的快乐 分享 所以 来到教会 大家要彼此分享 上个礼拜 我遇到什么事情 原本 没办法解决 感谢神 神 无所不能 神开路 那我们听到 感谢神 哇神 真的是爱你 他跟我分享的时候 我们也跟他 一同喜乐 是不是 哎呀 我上个礼拜 遇到一个事情 不知道怎么办 很烦恼 他讲他的 困困难 他讲他的烦恼 他的忧虑 我们听了 除了说 哎呀 真的呢 如果是我 我会很烦恼 还没关系 祷告靠神 那我帮你祷告 是不是 那个 血丹子 唱名代祷 我们听会怎么样 我们的烦恼会减半 因为 有人 安慰我们 有人鼓励我们 有人告诉我们 他要为我们一起祷告 这个 这个就是团契 就是 喜乐会分享 那忧虑呢 忧虑 可以分担 这个就是团契 喜乐分享会加倍 忧虑分担会减半 我们有快乐的事情 会做什么动作 想要与好朋友分享吗 我们有难过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想要找一个人请述吗 这个是 人之常情吗 那如果 我们有快乐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分享呢 那个快乐是快乐吗 没有那个快乐不快乐 你做快乐的事情 没人可以分享 有快乐吗 没快乐 我 很辛苦的事情 不知道要怎么 很辛苦 想要找一个人说话 结果没人 可以听我们说 找没人可以说 有辛苦吗 很辛苦 如果 如果 教会有这种的团契 对呀 我快乐的事情 有人可以分享 我 担心 我忧伤的事情 有人可以倾诉 这个就是团契 大家一统参与 大家一统来面对 所以我们 喜不喜欢来教会 很喜欢 分享 生命 分享 信 好 我们看回来 十字星传二章46节 十字星传 二章46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恒切在店里 且在家中 剥饼 这里就谈到 他们 过着团契崇拜的生活 天天同心合一 天天 不是 偶尔 不是 这个 一个礼拜一次 还是一个月才一次 天天同心合一的 在说什么 恒切的在店里 在家中 剥饼 在店里 就是说 在教会 圣殿在教会 聚会 在家中 在家中就家庭聚会 家庭访问 那个就是 都是聚会 都是聚会的一种形式 天天同心合一的 关键是 天天 关键是 同心合一 不是 大家的心都不同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 但是 我们是 同心合一的 在聚会 不管是在教会聚会 还是在家中 聚会 破饼 破饼就是聚会 因为那个破饼是聚会当中的 一环 一环 比如说 举办圣餐 破饼 这样子 还是说 当时的这个爱餐 就是在这个聚会崇拜 里面的一环 好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18章19节 马太福音18章19节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20节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使得行传2章41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在殿里 在家中破饼 好这里是主耶稣应许我们的 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哪里 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 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 耶稣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 所以同心合一很重要 同心合一的祷告 好那这两 两个人最基本的单位是什么 夫妻 夫妻是两个人最基本的单位 同心合一 祈求什么 神必成全 二十节说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 同心合一 奉主的名聚会 主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 我们要有这个 团契的一种 精神 团契崇拜 的生活 这样我们才能同心吗 我们才有办法团契吗 彼此分享 好 我们再看回来 使徒行传 二章 46节 不半句 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店里 且在家中 破名 存着 欢喜诚实的 新 新 勇 幻 那前面那句话是什么呢 他们同心合一的在聚会 同心合一的在聚会 在分享 在团契 那聚会完之后呢 存着 欢喜诚实的 新勇幻 这是连接的 如果 没有前面 那句话呢 同心合一的在店里 在家中 破名 聚会 后面 虽然有在用犯 聚会完要用犯吗 会存着欢喜诚实的新勇幻吗 这句话 这句话是连接的 有前面那句话 后面这句话 才会连接起来 存着欢喜诚实的新勇幻 欢喜聚会完 哇专心听道理吗 同心合一的在聚会在团契吗 我说聚会完非常高兴啊 很欢喜啊 诚实的新勇幻啊 诚实对呀 我是来 我的目的 是来聚会的吗 我们是来聚会的呢 我们目的不是 聚会完那个吃饭吧 所以我们是很诚实的 但是 不会也然后有些人是 快要吃饭的时候才来的 有些目道者也是这样 有些目道者也是这样 这个观念错误啦 当然教会 我们不怕人家吃饭啦 吃饭是小事嘛 也不差 一个碗 一个筷子嘛 对不对 但是重要的是这边所说的 欢喜诚实的新勇幻 欢喜诚实的新勇幻 所以 如果我在注目教会如果遇到那个 目道者 如果 他是 那个 他 那个 吃饭的时间 他就出现了 我就会跟他讲 跟他讲 教会 我怕你吃饭 聚会完当然要吃饭 但是希望你 早一点来聚会 聚会完之后吃饭 很欢喜的吃饭吗 啊 如果你 你只是来吃饭 这样是不对的啦 教会 教会不是为了吃饭吗 教会来教会是 要为了要聚会听道理吗 那我们专 聚会 那我们聚会完之后呢 欢喜用饭 我们就要 跟他讲清楚说明 他就知道原来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没有跟他讲那我们就不对了吗 我们跟他讲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吃饭 是来这边听道理的 那我们跟他讲完之后他就知道了 所以 希望 他遵守规矩 大家都这样嘛 所以 我们大家 专心的聚会 欢喜的聚会 同心合意的聚会 聚完之后呢 像这边所说的 存着 欢喜诚实的心 勇 饭 这个 这是一个团契 其实吃饭也是个团契 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也在分享嘛 刚刚 听的道理嘛 三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信仰的体会 你看我们聚会其实 我们观察你就我们就会发现 大概我来聚会坐在哪个地方 大概都固定 谁跟我坐在旁边大概都固定 聚会完之后 吃饭 我们 跟谁坐一桌 谁坐在我旁边大概都差不多固定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会彼此谈论 彼此谈论我们会彼此关心 今天某某人 早上怎么没来聚会 我旁边这个人没来聚会 下午也没有来 如果我们有那个团契的观念 我们想说 他怎么没有来 是忙吗 还是身体不舒服 我们会不会打电话 会不会关心 会 会哦 如果我们真的打电话去 某某人啊 你今天怎么没有来聚会 我今天就不舒服啊 你 你就打电话去 会觉得很窩心 你看哦 我没有去就有人关心了 还是说 人没有永远刚讲 对我软弱的时候 软弱 软弱就不想来聚会 不想来聚会 我不想聚会 都没有 都没有人在 都没有人注意到 都没有人关心啊 一个礼拜 一个月 对我没有去 都没有人闻论 都没有人关心 他会不会更软弱 会 如果 他一个礼拜 没有来 电话就来了 某某人啊 你怎么 没有来聚会呢 你怎么知道 你坐在我旁边 我都知道 我们吃饭都在一起啊 你是什么事情 人不舒服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啦 上个礼拜 我就去台北 我儿子家 我这样 我以为 你这个身体不舒服 他会觉得 如果他真的是 身体不舒服 还是心里不舒服 不管 哪里不舒服啦 有些时候都是这样吧 身体不舒服也不会来嘛 心里不舒服也不会来啊 如果没有打电话关心 他会觉得怎么样 非常的窩心 你看 我没有去 有人注意 我没有人去 有人关心 这个就是 团气啊 这个就是团气 所以人没有永远刚强啊 人有软弱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彼此关心 彼此安慰 彼此 鼓励了 好 我们看 诗篇 122篇 第一节 诗篇 122篇 第1节 122篇 第1节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这个就是团气 就是彼此会关心 人对我说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很高兴 很高兴 好 这句话 如果是我读 我读是你邀我 你读就是我邀你 对不对 你看 我再讲一次 这句话 如果是我读的话 是你邀请我 对不对 你关心我 如果是你读 是我关心你 我 来邀请你 是不是 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人要彼此关心 彼此邀请 为什么 因为人 没有办法永远刚强 总是有软弱的时候 所以今天刚强的我 来关心软弱的你 改天 换我 软弱了 换你刚强 换你 来关心我 来安慰我 来鼓励我 来教会聚会啦 关系啦 人都知道啦 人都有软弱吧 彼此鼓励 所以 人对我说 这个是一种谦卑 你也帮帮忙 你信主才多久 我信多久 你知道吗 你还鼓励我 你还要 我去教会聚会 你也帮帮忙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这里说 人对我说 不管这个人 是谁 是初信者 还是老信者 老信徒 还是说我们的学生 你是我的学生 你怎么在勉励我 以前都是我在教导你的 你现在怎么在邀请我 在鼓励我 感谢神 人就是要这样 彼此关心 彼此鼓励 那这样说什么 我就欢喜 我就欢喜 有人邀我去 教会一起聚会 一起去做圣工 我就非常的高兴 那如果没有人邀我们呢 我们就很难过了 所以要彼此邀请 不管是口头亲自的邀请 还是说 电话 的关心 这个都非常的 需要 我们看诗篇 55篇14节 诗篇55篇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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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节 我们述常彼此谈论 以为甘甜 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 这个就是团契 最后一句话 说什么 我们与神的群众 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 不是独来独往 独来独往没有团契 独往独往来教会也不会欢喜不会快乐 我们有与人同行 与弟兄姐妹同行 为什么会同行呢 我们往前看 我们 素常彼此谈论 素常 平常就是这样 平常就这样 彼此谈论 谈论什么 谈论刚刚讲的 信仰的分享 生活的体验 彼此谈论 彼此谈论的结果是什么 以为甘甜 真的太好了 所以喜不喜欢来教会 喜欢 来 大家分享 大家讲话 还没说 跟你说 如果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团契的精神 会觉得怎么样 比如说 我们刚刚有讲吗 快乐的事情我们会跟人家分享吗 我给你讲 我孩子 这次 哇 考到第一次愿 很高兴 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有团契的精神 哎哟 感谢主 主要说 新帮助 让你的孩子 可以考到第一次愿 对吧 如果没有团契的分享的精神 还在电 还在炫耀 炫耀 考到第一次愿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是这样吗 另外 不是同样句话吗 两种心情嘛 对不对 好 另外一种是 他遇到难过的事情 哎哟 我跟你讲 上个礼拜 我遇到一件事情 让我很难过 晚上都睡不着 饭都吃不下 有什么好难过的 不勇敢 不坚强 有这么好难过的 如果我才不会这样 这就是没有 团契的精神 那如果有团契的精神 这样哦 如果 这个是让我遇到 我可能会哭 哭的比你更难过 我可能也睡不着 我也是 换也吃不下 没关系啦 我们有结束可以依靠 我们祷告 我帮你祷告 你会听着觉得怎么样 同样一件事情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对不对 所以这边说 彼此谈论 彼此谈论当然 有快乐的事情跟 忧伤的事情会彼此谈论吗 是不是 好 那后面的结果就是 礼为甘甜 我们与神的群众 在神的殿中 同行 这个就是 团契 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基础 神才会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教会 好我们看回来 使徒新传2章47节 使徒新传2章47节 47节赞美神得重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 好这个赞美神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46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在殿里在家中 破屏 准着欢喜 诚实的信用犯 结果赞美神 不是埋怨神 不是在那边批评教会 论断教会 论断弟兄姐妹 没有赞美神 赞美神 感谢神 来教会真好 你看弟兄姐妹 大家都很有爱心 大家都同行 赞美神 自然而然会赞美神 不是 埋怨神 不是 批评 论断教会 是说我们教会很好 我们教会很好 因为弟兄姐妹 大家都非常同心 大家都非常好 赞美神 对不对 赞美神 结果 得重名的喜爱 如果 没有赞美神 在那边埋怨神 埋怨教会 会得重名的喜爱吗 人家 隔壁邻居那些没有信主 你们教会是这样 你们教会是这样 你们教会都不爱心 我爱你兄弟那些姊妹对待你这样 别人家去你教会了 赞美神 你教会那么好 对啊 我们教会就好 因为是从你嘴巴讲出来 而且 不交流 不 不做作 是很自然的 我们教会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讲得非常自然 讲得非常大声 所以赞美神 结果 得重名的喜爱 就是有见证啦 我们感觉很羡慕 你们教会是好好的 所以也很想要来你们教会 也要来信仰说 希望 过着 跟你们一样快乐的生活 得到重名的喜爱 结果 主就将得救人 天天 加给 教会 这个就是宣道的 基础 好我们从这句话 往回推 主将得救人 天天 加给教会 为什么 因为 得到 重名的喜爱 有见证吗 如果我们没有见证 人 来到教会 会看到什么 看到教会的软弱 我看到教会的见证吗 得到重名的肯定 就是见证吗 生活的见证 生命的见证 那为什么 会得到 重名的喜爱 因为赞美神 因为我们开口闭口 就是感谢神 赞美神 没有在那边埋怨批评论断 讲教会的不是 讲弟兄姐妹的不是 我们开口闭口都讲教会的好 为什么 因为 那是 内化的东西自然会外贤 内化的东西自然会外贤 我的感受我的体会是这样 自然而然 无形当中就很真实的流露出来 所以 得到重名的 这个喜爱 因为赞美神 为什么呢 为什么赞美神 因为 大家都存着欢喜诚实的心 勇患 因为大家都同心合意的在殿中在家中 破饼在聚会 因为大家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所以 神就将得救人 天天 加给教会 最后我做个结论 看菲利比书一章 第3节 菲利比书一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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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第4节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第5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这里保罗说 菲利比教会是一间 福音兴旺的教会 为什么 他们就是过着 团企的 生活 这里说 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 兴旺福音 同心合意 才有办法 兴旺福音 他们同心合意 是几天吗 一天两天三天 不是喔 保罗说 从头一天开始 直到如今 从头一天开始 什么呢 就是保罗去那边传福音 来建立教会 那天开始 那是头一天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就是保罗写 菲利比出去给他们那一天 好时间过了多久 大概13年 大概13年喔 从头一天 到保罗写信给他们那一天 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 难怪 菲利比教会是 福音兴旺的 教会 但因为我们钢山教会 也是福音兴旺的教会 主将得救人 天天 加给我们 唱诗 282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